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何虎 那么很高兴,这一讲我们将继续来实现麦子商城的前端页面的相关功能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上一节我们主要实现的一部分的内容 在上一节我们主要给大家实现的这个分类商品的这个模块 还有能客户这个服务的一个模块 那么我们本节呢需要实现的就是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在我们很多商业的网站当中呢 经常会用到就是我们的在线资讯 在线咨询的一个模块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件里面 首先在线咨询的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关于前端的这个QQ的在线咨询和这个阿里旺旺的这个在线咨询的功能实现 QQ那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这个聊天工具 阿里旺旺那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聊天工具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里呢给大家讲解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QQ的在线功能呢一般啊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直接找到相关的代码 好 那么这是一个关于A标签哈 就是我们A标签 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呢就是个超链接 然后呢链接到这个warp QQ的com这样的一个网站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啊 有一段代码 那这个in是指什么呢 是指我们输入的QQ号码 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哪个QQ作为主QQ来和对方来进行联系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QQ号码呢输进去 哦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网站的一个域名 这个可写可以不用不用写都可以 然后阿里旺旺 阿里旺旺生成出来的这段代码哈 可能就有点看不懂了啊 有点看不懂 那么这段代码不是我手写的啊 那是直接呢通过一个工具呢直接生成的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步骤 那么几乎呢不需要写一行代码呢 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首先我们来写一下这个QQ的一个这个功能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呢copy过来 好 这里呢复制或者Ctrl C哈 然后呢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 然后大家注意了这里一个客服 那么你可以呢在这里 或者呢在这儿 给它加入这一段代码 然后把这个imagine 好 这一段 把它放进来 好 放进来 然后我们下边呢 这个A标签呢一样的 就放在这个span标签里面来 这个是售后客服 好 改一下 售后 客服 那售后客服 保存 然后打开我们的这个页面 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刷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就有个售前售后的客服 然后我们随便点击一下 然后这里呢就进入到这个页面 那这里呢 首先因为我们首先要自己呢 要登录一个QQ 登录一个QQ 然后呢才能够啊 链接到这个QQ这里来 如果没有登录QQ的话 这个功能呢是不能来进行使用的 这里呢我们先把QQ呢 拔进一个登录啊 好了 那么我们这里呢 点击登录 然后呢 进入到我们自己的QQ里面 OK 那么我们登录到自己的QQ 然后呢 我们再来重新刷新一次 然后再来 你可以添加对方啊 为好友以发送信息 看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修改啊 把这个代码呢 把它Copy到外面来 然后呢 这个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这里呢 再做一个测试 然后呢 这里就打开了这样的一个QQ的一个界面 好 这就是我们这里呢 呃 实现了一个基本功能 当然这个呢 我们可以 呃 把其他的地方呢 也简单修改一下 比如说 这里 这个AVL签呢 我们可以拿过来 拿过来 放在这里 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呃 如果我们在这个 I1浏览器当中浏览的话 大家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大家先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效果 OK 那么我们这个图片呢 它会自动的加上了一个方框 啊 加上了一个边框 这些也是一样的 加上一个边框 那效果呢 看的就非常的不 啊 不 啊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其实呢 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原因很简单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A标签 如果啊 在这个图片外边呢 加上了A标签 那么它会自动的给这个图片 加上一个边框 所以呢 我们可以呢 给这个我们 这个Basic 这里呢 我们有个基础的CSS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CSS样式 就是说所有的 啊 Imagine 这个标签 我们呢 给它设一个Border 设为None 就没有边框 哦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OK 现在就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呢 也是浏览器的一个兼容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呢 我们啊 这样呢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接下来就是这个阿里旺旺 这个功能啊 如何来实现 阿里旺旺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科件里面 阿里旺旺呢 这里 呃 这个代码 其实呢 可能大家看不懂 这个也没有必要去研究 它是什么意思 这里呢 我把它贴出来的目的呢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最后生成出来的 这个一段代码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怎么去生成 首先呢 我这里呢 给大家在网上操作一下 这是一个链接啊 我们把这个网页的地址先把它取出来 然后呢 我们打开了这样的一个页面 好 那么这个页面呢 大家注意了 它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阿里旺旺联系代码的在线生成的一个页面 好 那一般如果有做淘宝网店的啊 这样的啊 朋友呢 应该比较熟悉这些功能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呢 它有两种风格 第一种呢 是在线状态 这样的 离线状态为这样 好 手机在线是这样的 第二种风格呢 就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如果啊 可以选择第二种状态啊 或者选择第一种状态 这个都可以啊 都可以 如果选择第一种状态呢 我们这里填写内容 比如说我们填一个掌柜 啊 张三 啊 阿里旺旺的用户名啊 我们这里呢 用比如说我这里测试啊 放飞梦想in啊 是我这边呢 曾经用过的一个啊 这个阿里旺的用户名 然后这个图片提示啊 比如掌柜张三 然后点击生成代码 这是第三步 那么它这里呢 会自动的生成这样的一段代码 接下来我们把这段代码呢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前端的页面当中 好 放在这个Spy标签当中 OK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好 就这个Spy标签 把之前的这个代码呢 去掉 好了 我们现在啊 进行一个浏览 在浏览器当中进行一个浏览 OK 页面打开了啊 这里呢 有个和我联系啊 然后打开 点击 点击 那么点击它以后呢 它会自动的啊 打开这个淘宝的这个 工具啊 这个阿里旺旺的工具 那么因为我这里呢 选择的啊 是我自己的这个阿里旺旺 所以它不能打开自己 如果这里呢 是其他的这个阿里旺旺 那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阿里旺旺工具 就可以直接联系上它 好 那这个呢 功能 大家是可以啊 就这样实现的 好 那么 其他的 我们可以呢 这里把这个代码呢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一段代码 这是第二段代码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或者呢 你再另外生成一个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来生成就可以了 啊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页面呢 再刷新一次 OK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需要完善哪一部分的内容呢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啊 给大家一起完善一下 首页面的其他模块 比如说推荐品牌和广告的图片列表 推荐品牌 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页面的左边部分啊 左边部分 这里呢 有一很大的一块空白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 然后效果图的下面呢 这里呢 有一个效果圆啊 这里一个广告啊 这个广告呢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有个推荐品牌 还有合作伙伴等等 这些呢 我们可以呢 这一节利用剩下的时间呢 给大家讲一讲啊 然后首先找到我们的左边部分啊 左边 这个也会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我们 呃 这个 页面以后期的维护啊 就有点类似于现在这个功能啊 那么这个是中间主体部分 你看我们之前呢做了一个备注啊 做了一个注释 那么现在呢 维护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方便 商品的分类啊 商品的分类 这是中间部分 这是左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第一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折列起来 然后 这是中间 应该是到这里 这是产品啊 这块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图里面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放一个啊 DAV 好 那么这里呢 再放一个图片 Imagine isrc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选择 这个图片的这里面 OK 那么找到我们需要用到的这个图片 OK 那么这里呢 这宽度 高度 因为这里放的是直接放了一个DAV在这里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这个基本的效果就出来了 OK 基本出来了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 来看一下其他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 这个推荐品牌的这个功能模块 推荐品牌呢 像这里我们可以使用啊 LI标签 来实现 那这里呢 同样的我们先要放一个DAV 然后呢 再放一个DAV 哦 这上面呢 这个DAV这里呢 啊 放一个H标签呢 作为标题标签 哦 好了 我们呢 这里先 来把这个基本框架来实现 OK 那么这里呢 我们放一个H标签 H4标签吧 然后呢 再放一个DAV 然后这个DAV里面呢 就主要是放一个UR标签 一个列表 一个列表 OK 那么这里呢 URI标签 那么这个我们给它定一个ID 或者呢 定一个 定一个ID吧 这个品牌 BOX 品牌BOX 然后就是品牌的这个盒子 然后我们呢 在这里呢 给它 定一个基本的CSS样式 这个应该是在 这个Product BOX下面 OK 那因为我们这里是使用ID 来给它定一个 我们可以呢 使用这个选择器 来给它定一个样式 那么它的这一样式呢 和上边呢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OK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 这个功能 然后呢 然后呢 把这个 给它加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H4 标签 要刷新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好 然后 然后 这下边呢 有个 UL标签 同样的 UL标签呢 我们可以 给它设一个 边框 把这个呢 样式拿过来 然后 这是它的 LI标签 LI标签 我们这里呢 可以设一个 Display Inlin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给它设置 这个相应的代码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放两个 或者放一个 Imagine 标签 src 这个图片 把它找到 那么这个品牌的图片呢 在这里哈 所以我们在这里来 给它加上这个图片 Imagine里面 可以浏览 那就到Imagine图片里面 然后这里呢 随便找一个 OK 那么 这里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 A标签 就是点击这个图片的时候 可以链接到这个品牌对应的 这个列表页面 好 这个方便我们的程序员呢 后期呢 进行一个程序的处理 然后我们把这个 Li标签呢 进行一个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刷新这个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基本效果是怎样的呢 OK 刷新出来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效果 很显然呢 和我们效果图当中呢 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我们并没有给这个 图片呢 设置它的大小 那么我们这里呢 把这个图片大小呢 重新调整为60乘以30的一个像素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浏览一下它的这个界面 浏览一下 这里呢 我们刷新以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但这个呢 我们可以呢 再给它设置一下 好 在我们的Basic CSS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它的ali标签 然后并且呢 给ali标签呢 设置一个 比如说Margin 好 那么比如说 五个像素 那么它现在 就是左右 上下左右 各五十个像素 各五个像素 各五个像素的一个间距 然后大家刷新一下呢 它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好 这样呢 就看着呢 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么这里呢 并且我们可以给它的ali 这里呢 还有一个 Emanji标签 我们之前呢 给Emanji标签呢 设了一个 那border呢 给它取消掉了 这里我们可以单独给它设一个border sealed 一个像素 颜色 大家可以根据效果图里面提供的颜色 也可以呢 根据我们这里的这个颜色 然后再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的基本效果 啊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我们看效果图当中 它的颜色是怎样的呢 是一个浅灰色的一个颜色 那我们把它改成浅灰色也可以 刷新 接下来就是把这里呢 修改一下把它改成推键 拼盘 这里点击刷新 OK 就这样的 然后这个图啊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效果图里面啊 OK OK 那么这里可以呢 再立的稍微开一点 那你可以呢 把这个下来再修饰一下 就是就是它的这个 比如说10个像素 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好了 嗯 那么这个品牌推荐 这里我们可以 基本上就这样设置 好 然后你这里呢 如果看到整理效果 你可以再给它加个高度 比如说400个像素 然后接下来就是下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图片 这个呢 呃设计起来就非常的简单了 好 非常简单 只需要把这个图片呢 呃 把上面这个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再放一个图片 把这个图片的内容呢 先改一下 哦 这是另外一个 把这个图片内容大家改一改哈 这里呢 还是改成1 然后这边的这个Basic 这里这个高度呢 我们 啊 注意了 这个高度呢 我们 不用设置 然后我们这里呢 给它设置一个 啊 Magine Magine上下 比如说 10个像素 啊 左右 自动 啊 左右自动 然后 大家在这里呢 刷新一下 它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下边呢 还有一个 啊 这个合作什么什么的 这个大家下来自己呢 在这添加一下 啊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简单作业哈 啊 那么我们的首页面 做到这里呢 就大部分的工人就已经实现了 哦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主要讲到这里 生序的呃 剩下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大家自己呢 来实现一下 好 我们今天这讲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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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